法布尔 法布尔有昆虫界河马之称 更被达尔文称为无与伦比的观察家 法布尔所有的昆虫之事全来自自学 他在南法科西加岛上的教师生活中 认识了志同道合的动植物研究者 决定终生致力研究昆虫 法布尔经由仔细观察 从昆虫看似寻常的行为中推敲 反复实验 辨证出一套细致理论 观察之余 法布尔更用文学的手法 以平时但缜密的语言 作以精致且准确的授描图片 记录各种昆虫的行为及构造 这套字数多达四百万字的巨著昆虫记 在世界各地担负着昆虫生态 及行为学的启蒙角色 在台湾有两个年轻人 是法布尔昆虫记的忠实读者 昆虫记书中 对昆虫的观察与描述 深深吸引它们 并启发对昆虫的观察与热爱 我是外景主持湘涵 成为外景节目主持后 我开始注意到并且观察 这些六只脚的美丽生物 但在观察之外 我更想知道这些昆虫的一切 我是生态导演员本勋 在一百年前 昆虫学家法布尔 也是从观察开始 一步步研究昆虫 在探访过狩猎风神奇的生态行为之后 我和本勋对于法布尔 自然观察的精神越来越钦佩 希望今天可以在这片森林里 寻找到法布尔的身影 本勋 你看 这里有好多白色的泡沫 该不会是有人很没有公德心 乱吐口水吧 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人把口水涂得到处都是 太没有公德心了吧 我知道 我可是昆虫导演员 我当然知道 这是莫禅的杰作咯 法布尔爷爷 曾经研究过这些会土泡沫的昆虫 还把他们写起昆虫技能 没错 在法布尔那个年代 甚至南发的人们 还传说这是杜鹃鸟的口水 尽量红水 达过了 小石 一些 kerbages 和小小的粉色 有小色工作 这种 来有什么 都会带大疗 面 一种 的 大疯 是 它们 我们 这种 第一种 在认为人们无法在事物 南北没有拒绝到嘴巴托争 他们叫《沙蚣的沙蚣》 《沙蚣的沙蚣》 在想象中的雾声 当时的春天 末铲产生的泡沫 它的机制跟它的成分 还有它的天敌是怎样 这在过去 十四十五世纪的时候 自从有文字记载开始 最早是在十四十五世纪 有一些国家它记录是说 这些泡沫 它是由植物吸收土壤特殊的成分 让植物产生泡泡 然后另外一类是 就像麻或是鸟的口水 滴在植物上 这是比较荒唐的 然后另外有一些是说 它可能是一些其他刺激 让植物受伤产生的泡泡 众受纷纭 然后在1908年的时候 美国的学者去归纳这些 刚刚所说的这些历史之后 他自己也去从事一些观察 他把泡泡剥开 里面有虫子 到底是什么虫子 他们不晓得 就去养 养到最后出来 是莫产 所以从那个时候 开始慢慢厘清之后 学者就去观察 莫产 它为什么会产生泡泡 产生泡泡是要做什么 然后泡泡的成分 是不是就是保护它的呢 或是有其他的作用 虽然我们在野外 常常可以看到 莫产制造的泡沫 不过我们好像从来不知道 泡沫里面的秘密是什么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就让我们把泡沫剥开来看看吧 好 想不到这么粘稠 莫产吸食植物的汁液 竟然也可以做出 这么粘稠的泡沫 看到了 莫产的弱虫真的在里面 莫产还有很多 我们从来没观察过的行为 让我们把它都采集回实验室 也许会有一些新奇的发现 好 来 虽然莫产在野外 是非常常见的昆虫 但是它是怎么吃东西的呢 又是怎么样产生 这么浓稠的泡沫 隐藏在其中 这一次我一定要和本勋 一起揭开这些谜团 我们赶快把这些采集回来的 植物安置好 要不然等到它们一干枯 我们辛苦带回来的莫产 就没有东西吃了 好在实验室里还有大型的烧杯 只要装这些水进去 然后再把植物全部插进去就可以了 好 本勋 你看 这些莫产都包在泡泡里面 根本看不到它们啊 有什么观察 不然这样好了 我把它轻轻地推出泡泡 看看它会不会重新制作一个新的泡槽 好 来 来 爬出来了 莫产的本尊现身了 胖胖黄黄的 感觉好可爱 而且它跟蚕的落虫还满像的 只是蚕的落虫是生活在地底下 而莫产的落虫呢 则是栖息在植物上 它们像的地方可不止这些 你看 我发现它已经在吸食数益了耶 你观察得真仔细 体型这么小你也看得那么清楚 不过蚕的落虫跟莫产的落虫不只是像 它们的口气也都是刺息式口气 因为它们都是半吃木昆虫嘛 也不过我比较好奇的是 牙虫跟落蚕一样都是刺息式的口气 那它们取食的方式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嗯 刺激式的昆蟲之一 一般刺激式的昆蟲 它的取食息性主要有两类 主要就是说有一些是 以墨产为例 它是吸食植物木植布导管的水分 然后其他像牙虫 介格虫 粉饰牧师这一类 它是吸食植物刃皮布的腮管里面的养分 那墨产它吸食木植布之一这一类的昆蟲 它被称为木植布取食者 植物依靠木植布以及韧皮布 运送水分和养分 韧皮布负责运送养分 透过压力将叶片制造出来的养分 运送到其他部位 所以韧皮布保持着正压力 木植布负责运送水分 透过叶片的水分蒸散 不断地把水分往上拉升 因此木植布里保持着负压力 牙虫是韧皮布取食者 牙虫将口气插入植物的韧皮布 当它把口气插入韧皮布的时候 不需要用力 就可以自然地吸取到韧皮布里充满营养的汁液 而墨产是属于木植布取食者 它使用刺吸式口气插入植物的木植布吸食 墨植布里的负压力 不会将汁液往墨产推送 因此墨产的口气必须具备强而有力的肌肉帮谱 用来协助吸取木植布里面的汁液 原来光是不同昆虫的刺吸式口气 就有这么多学问 小小的墨产可是藏着大大的惊喜呢 现在你看我们的墨产 它身体四周越来越多水分 好像快把它淹没了 你看它从腹部的末端排出泡泡了 我们终于观察到墨产制作泡泡的行为了 原来它是这样制作泡泡的 先让姿意包覆全身 再从屁股像打气邦普一样 一点一点地注入空气 你好像在放屁 也不知道它体内有什么样特殊的器官 可以当作空气邦普来打气用 alar鄉面的空气 那水清清洗 冻出来 Mama 还是要全面半肠淺 成空气 做忘惊Si 了 再缓鸭 两种 Como iritual 脆 用來散開的臭味道 而製造它在氛化中的血液 滲水中吸引水中的血液 這兩種原因 是第二種,更輕的,更輕的 讓腿內申請了 它嘮叩了它的監管 墨蚕一定都是吸食的时候 它会在我取食的这个部位 以头下然后腹部朝上的方式去取食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墨蚕它刚刚有说过 墨蚕它木植部取食者 它吸收大量的水分之后 它会从肛门不断地排出这些水 墨蚕是喜欢以头下脚上的姿势 取食的木植部取食者 吸收大量的木植部汁液之后 不断由肛门排出水分 水分借着地心引力往下流动 慢慢地将墨蚕的腹部包围在液体中 而墨蚕的腹部在第七第八节 具有被视线 被视线不断地分泌粘液 与肛门所排出的水分融合 使整个液体都带有粘性 这时候墨蚕会收缩它的腹节 以及腹板挤压出泡泡 原来墨蚕制作泡泡的原理 这么复杂 而且现在的科学已经能够解开 当年法部有无法解释的现象了 这有一只墨蚕的蚕蚕 该不会趁我们不在的时候 已经羽化成成虫了吧 真的耶 你看 它在这里 墨蚕的成虫好漂亮 我们把其他的泡泡剥开来 也许可以观察到墨蚕语画的过程 你看 这只墨蚕若蚕的颜色 已经变成红黑香煎 我想它应该快要羽化 我们试试看吧 时间过了好久哦 我看这只墨蚕可能快羽化失败了 是不是因为你把泡泡剥开 害它太过干燥水分不够的缘故啊 嗯 很有可能 那我们帮它补充一下水分 看它可不可以顺利地羽化好了 嗯 好像还是不行耶 这只墨蚕啊 应该无法争夺他老旧的外皮了 嗯 不然我们去问看看老师 是不是因为失去泡泡的关系 才会让它羽化失败 在整个这样保护的全身过程 你只要把它的泡泡弄掉 就像我们有谈到的 你如果它正在羽化的时候 或正在脱皮的时候 你把它泡泡弄完 弄掉破坏掉会产生怎样情形 如果把它破坏掉 那里面的那个微环境的湿度不足的话 可能会导致它脱皮失败 尤其是在第五菱若虫 变成成虫的那一段时间最为重要 所以一般在它成虫完全羽化 硬化之后 它才会突破那个泡泡 在此之前它算是脆弱的 只要提到蚕 第一时间就会让人联想到 夏日在树上大声鸣叫的昆虫 而和蚕一样属于 铜斥哑木的墨蚕 不仅不会抿叫 连弱虫的习性也大不相同 蚕的弱虫 栖息在地底 吸食植物根部的枝叶成长 而墨蚕的弱虫 栖息在枝叶之间 没有土壤保护的墨蚕弱虫 会制作泡潮 保护自己不被天地侵害 墨蚕的弱虫 会一直棲息在安全的泡潮中 吸食树叶 直到雨化完成后 才会离开泡潮 如果我们不问 如果我们问的 让蚕�的叶子 剩下的叶子 剩下的一种 一样的回答 早已很可思考 在这种図装 蚕的蚕� 它是肯定的 而是承担 盖的蚕� 的牙之逆 变成了隅然黑 从树葉上的白色泡沫里 我发现用泡沫将自己包袱 躲避阳光和敌人的昆虫eremos蝦曼 在专业老师的帮助下 我们完整了解华尘的身体构造 如何利用口气吸食树葉 并且利用腹部的收缩制作泡泡 看过这么精巧的行为后 我开始好奇昆虫的生存之道 香岸你来看 看这植物上面有很多的卷叶橡皮虫在栖息 也有很多这些橡皮虫制作的叶卷 真的耶 这些卷叶橡皮虫他们制作叶卷 难道是为了预防敌人所做的避难所吗 这些卷叶橡皮虫制作这些叶卷 可不是为了要让自己躲藏哦 哦 机会难得让你来猜猜看 到底是拿来做什么的 好耶 好 所以我现在就把它展开对不对 它卷得好紧哦 哦 太厉害了吧 我们人手都没有办法把叶子卷得这么紧耶 我就这样子 慢慢的把它剥开 好 有什么东西吗 你有看到的东西吗 在你的手上 指甲上 什么 哪一个 它的卷 在这里耶 所以啊 它其实是把这些卷 铲在这叶卷里 所以不是为了躲避敌人 对 是为了运用 没错 哇 好酷哦 我和本勋在野外发现了许多卷叶橡皮虫 它们的脚下像是有犀利一样的 在叶片上 渐步如飞 有的卷叶橡皮虫 啃食着叶片 有的呢 寻找配偶以及胶尾 最让人嘖嘖称奇的啊 就是这些正在制作叶卷的卷叶橡皮虫们 跟这些衣施 尖吸通过 静的卷ń尾 穿了柳 轻小时的卷员 正在层卷 最梳屁 它能处理 高重大的 地上 像东西的蜂蜚 是垃圾的垃圾 躲里的表向 在这些嘴里 则文端特席来孙绮 无许多船 是成为为了 适当的 像与似的 高中的 本訊,所以我們也可以跟觀察莫柴一樣 把捲葉橡皮蟲的食草插在燒杯裡面囉 沒錯,但我認為捲葉橡皮蟲的活動能力比較強 可能會飛走,所以我們最好還是放在網箱裡面觀察比較保險 好,準備了網箱 你看,它好像要開始製作葉卷了耶 好神奇喔,它用腳用力地把這葉片對著 葉片竟然都不會彈開耶 原來啊,捲葉橡皮蟲是在製作葉卷的過程中就殘軟的耶 原來啊,捲葉橡皮蟲是在製作葉卷的過程中就殘軟的耶 你看,最後這個橡皮蟲媽媽還會把用來育幼用的葉卷封蓋 這次就像內建城市一樣,難道就是所謂的本能嗎 是不是本能我們不應該輕易地定義 而是要透過科學家仔細的研究才可以下定論的 它把葉脈剪斷了耶,葉卷掉到地上 難道它是為了要分散風險嗎 所以把一些葉卷留在資料上,有一些把它剪斷下來 這和我們在野外觀察到的黑點卷葉橡皮蟲不一樣 嗯,卷葉橡皮蟲的行為真是讓我大開眼界 不知道同種的捲葉行為是不是都會有固定的模式 而不同種的捲葉橡皮蟲啊,他們捲葉的方式是不是也不一樣 嗯,不如我們把我們的疑問帶著去請專家聽我們解惑吧 好啊,走吧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优优独播剧场—— 卷叶橡皮虫它充分应用它六只脚的功能把月片卷起来变成它孩子的育幼兰那卷叶橡皮虫的制作过程不是只有卷叶这么单纯的事在这个之前我想我们可以用五个字来描述它卷叶的过程那就是凉切咬折卷 卷叶橡皮虫在制作叶卷之前会先来回查看叶片的状况只有软硬适中的叶片适合用来制作育幼用的叶卷 先切开叶片的肌部然后一点一点地啃咬叶脉 让叶片散湿水分渐渐软化 接着使用六足凹折叶片将叶片慢慢卷起 制作到一半的时候会在叶卷中产下一颗卵粒再继续未完成的工作 最后卷叶橡皮虫会将叶脉剪断让叶卷掉落地面这才算是大功告成 中常形卷叶橡皮虫它们的母虫会形成一个叶包的情况 那把卵产在这里面那在这个叶包里面会经历过卵 还有三个零期的幼虫以及蛹 那最后成虫也在这个叶包里面羽化 然后再咬迫出来外面生活 卷叶橡皮虫的卵大约三天就会孵化为幼虫 橡皮虫宝宝在安全无余的叶卷中成长 叶卷不仅仅是幼虫的保护所更是它的食物 只要短短的两周就可以度过三个零期准备化涌 涌期只需要一周 卷叶橡皮虫就可以产生新的时代了 不同种类的卷叶橡皮虫制作叶卷的过程也不一样 从长颈卷叶橡皮虫制作了叶卷之后 会把主叶脉咬断 让育幼叶卷掉落在地上 而黑点卷叶橡皮虫则是会把叶卷留在枝条上就离去 它的叶卷会一直保持新鲜 这些卷叶橡皮虫的叶卷都是给予幼虫保护 以及食物的最佳庇护所 卷叶橡皮虫制作叶包 然后让小孩子在里面成长的例子 其实是一个昆虫里面很好的清代照顾的例子 那我们叫清代照顾叫Parental Care 相对于很多的昆虫来讲 他们对于后代到底怎么样生 怎么样死 其实都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但是中长颈卷叶橡皮虫 卷成这样叶包以后 它的后代在里面取得了食物 又取得了一个保护 然后这样顺利地成长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清代照顾后代的范例 ¿Qué conclure de cette extraordinaire persistance chez le Cérambix, le Rynchite et bien d'autres? Simplement ceci Nos vérités sont provisoires Battues en brèche par les vérités de demain Elles s'embroussaillent de tant de faits contradictoires que le dernier mot du savoir est le doute 把植物卷成叶卷是一项不简单的工作 卷叶橡皮虫的叶卷 不仅是躲避敌人的避难所 更是下一代成长的食物摇篮 将食物与居所结合 是卷叶橡皮虫的生存之道哦 卷叶橡皮虫的建筑工艺实在令人钦佩 大自然中还有许多善于建筑的神奇昆虫 等着我们去观察发掘 本讯你来看 有碧寨鹅的缩草耶 是耶 碧寨鹅算是野外非常常见的一种昆虫 但是它不太起眼 我之前一直没有好好的观察过它 关于碧寨鹅 善于观察的法布尔 在昆虫记里也有精妙的观察 我想跟随法布尔的脚步 探索这些随身携带住所的神奇小昆虫 本讯你觉得碧寨鹅跟寄居蟹是不是有点像啊 你看哦 寄居蟹背着它的壳 只露出身体的一部分到处爬行觅食 那碧寨鹅呢就像背着自己的缩巢 露出头部和胸部 用三对足向前爬行 感觉就像自己带的睡袋一样耶 壁寨鹅跟寄居蟹可不太一样哦 壁寨鹅的睡袋是它自己制作的 而且它一生都不会换巢 随着它不断地长大成长 它也会不断地扩建它自己的巢 既然这个壁寨鹅建筑巢穴的方式 这么特别 不如我们也追随法布尔的脚步 带一些壁寨鹅回去研究一下吧 好啊 让我们采集一些壁寨鹅 带回实验室好好地观察 好 本讯 这里还有耶 你看它的缩巢 摸起来也好硬硬的 带回去 要知道壁寨鹅是如何组巢的 首先我们先要把壁寨鹅的缩巢剪开来 才能够仔细地观察缩巢的结构 所以我们要看它内部长什么样子了 对不对 它剪的感觉好像 好像里面就好像布的感觉 不是那么好剪对不对 有点纤维的感觉 好像有点弹性 你看 我吓一跳要怎么那么大一只 好可爱哦 它的缩巢里面很干净 都没有大便或是它的褪皮 对不对 不过它被裸露在外面之后 你看它就开始大便了 为什么啊 它可能原本在里面很安全 突然被剪开被我们吓到了 所以就赶紧排泄 可能是要保护它自己的一种机制 就是吓阻外来的威胁这样子 而且我们平常只能看到它探出来的头部跟胸部 比较少有机会可以看到它躲在缩巢内的腹部 刚孵化的避寨蛾 逸龄幼虫就会使用丝线编织缩巢 这个缩巢将会跟随它度过漫长的幼虫阶段 随着小小的翼龄幼虫褪皮成长 避寨蛾会不断扩建这个缩巢 整个幼虫期都依靠这个缩巢度过 它的圆族不发达 只有一列圆族沟 固定在丝线密布的缩巢内部已经绰绰有余 当它要移动或者是进食的时候 就会从缩巢前端将头部以及胸部露出 并且以三对足攀爬取食 而当它要排分的时候 则会将腹部末端伸出缩巢另一端 将粪便排出缩巢之外 所以毕家里的幼虫天生就是个建筑高手 不过他们建筑缩巢的材料有没有什么规律性呢 我们刚刚已经剪开了一颗缩巢 我们现在来剪看看一颗外观不太一样的缩巢 这颗看起来比较坚硬 而且从外观来看 它大部分都是选用一些小枯枝 而前一颗则是大部分都是一些枯叶片 可以看到幼虫了 这只比较小一点点对不对 可以开始活动了 可是本薰你看刚刚我们剪开的这个缩巢 毕赛尔现在已经慢慢的把它的裂缝修补起来了 想不到它那么快就可以开始做这个缩补巢式的动作 好厉害 如果我们趁这个时候 就是把它移到一些人工的材料旁边 不知道它会不会选用这些材料来做炒 好耶 我这边刚好有一包金葱粉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建筑界的天才 能不能用这个金碧辉煌的粉来打造一个新家 好 好 放上去吧 开始 开始哦 开始竹槽了耶 你看 必在有煮草的方式 是先用丝线把材料连接在一起 然后再盖在自己的身上 而且看起来 必在有的幼虫对于材料的选择 并不只局限在大自然的材料 不过好奇怪 为什么必在有的缩草被打开了之后 它不是立刻逃跑 而是留下来继续煮草呢 愿悟堤的材料 她不可能是否地址 用着的刀员 与她的双尔 在合力那个验鸡肉丝 是做到的需要 不是肌肉丝到附近的 毕债尔真的利用我们提供的金粉 盖了一个金光闪闪的新潮 让我们对这种善于建筑的昆虫充满了惊奇 所有的昆虫之所以称它为所有 就是因为它会用植物附近周围的植物的枝条 或叶片去把它吐实做成一个草 所以外观看起来就好像以前农乎夏宇天穿的那个缩衣 张衰做的那个材料 所以称它为缩蛾 那因为幼虫起它都待在这个草里面 而且从A植物到B植物不同的在移动 就是一直在搬家 所以看起来就好像在躲避寨主 所以又有人称它为避寨蛾 那一辈子就是说幼虫起的时候 它一定要有这个草才能够生存 万一草破坏了 它马上就要再重新做一个草 它没有草是无法完成它的生活史 这就是说额科的昆虫的特性 嗯 原来说草对毕再尔来说是这么重要的东西 是啊 甚至没有了说草啊 毕再尔就难以存活了呢 嗯 这就让我更好奇了 如此依赖说草的毕再尔 难道连成虫都不会离开它的缩草吗 苏尔科的幽虫呢 它在草里面吃 然后老熟的时候呢 准备要化用的时候呢 它会吐湿 在草的前方那个开口呢 把草固定在植物的枝条 或者叶片上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身体会倒转180度 变成头草下 因为草的下方那个开口呢 是排泄口 就是把很多粪便呢 都从那个草口排泄出去 然后等待呢 要开始雨化 所以在雨化的时候呢 它还会再拖一次皮 那熊虫呢 因为有翅膀有脚 它就钻出那个草 到处飞翔 寻找交配的机会 那雌虫呢 大部分的雌虫没有翅膀 也没有脚 所以它钻出那个草以后呢 整个身体呢 还是留在那个草里面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会靠着身体的蠕动呢 散化出一些菲罗蒙出来 然后靠着这个菲罗蒙 吸引熊虫 过来跟它交配 交配以后的蜘虫呢 就开始残暖 它卵呢 残在这个草里面 而且它的残暖量相当的高 所以有很多的这个碧栽蛾呢 其实最后呢 会变成植物堡上面的害虫 像大碧栽蛾 它同时危害干具 同时危害葡萄等等 几个日后 枝葉之間不起眼的縮巢 竟然是避寨鵝的生存外衣 隱藏在不起眼的外表裡面的 是避寨鵝精密的編織工藝 避寨鵝啊 終其一生都靠著縮巢生存 本薰告訴我 水裡也有昆蟲 擁有特殊的生存方式喔 除了我們觀察到的 這些小小建築師之外呢 還有一種厲害的建築高手 是生活在水域之中的喔 我知道 你說的是食昌鵝吧 好厲害喔 你怎麼知道 因為法布爾也曾經研究過這種 棲息在水中的小建築師喔 沒錯 法布爾對於水域昆蟲 也有豐富的觀察 特別是會築巢的食餐鵝 我和本勋决定跟随法布尔的脚步 探索这种水中建筑师的有趣行为 这条溪流看起来相当清澈 流速又不快 属于溪流的赖区 我想这里非常有机会 可以发现我们的目标 食蚕鹅 你看这一块 流速比较缓慢 而且有很多蝴蝶在这边吸水 所以他们喜欢这样的环境对不对 我们在这一块缓流区 找看看可不可以找到食蚕鹅 好啊 真的 这是水蚕蚣 让我们回归自然 你看 我找到这虾虎的软块 哇 好酷哦 你看那上面呢 密密麻麻排满这个虾虎的软块 而且还是透明的 可以看到里面的胚胎的洞 里面的小鱼跳来跳去 好红缚的样子哦 好可爱哦 所以啊 表示我们继续在这块水域找 真的有机会找到 我们要找的食餐了 我们再往前找看看 走 香蕾 我好像找到了耶 这一堆食块 是不是就是食蚕鹅幼虫的草呢 你把它拆开来看看 看有没有食蚕鹅躲在里面 就知道了 真的有耶 好厉害哦 竟然可以在水中建筑出这样的潮 它们到底是如何在水中竹潮的呢 不如啊 我们把它带回去饲养观察 看看能不能跟其他昆虫一样 发现一些有趣的行为吧 好 好 你拿罐子 来 这条溪流里栖息了许多水汽昆虫 因为它们栖息在流动的水域 所以它们通常体型比较扁平 免得被流水给冲走 而我们找到的食蚕鹅 虽然没有扁平的体型 却有建筑潮湿的本事 所有生命各品本事存活在这里 從左邊的附像 這種是年老年青 我們要趕快來設置 飾養石長蛾的水剛 因為石長蛾是依靠水中的 溶氧來呼吸的 而我們的採集项裡的水 溶氧量會越來越低 石長蛾可能會窒息而死 好 那我們來佈置吧 幸好 我們有この小型的 過濾器可以增加水流 把蟲放进去 好想看到它们赶快竹槽 你看这只食肠鹅 它好像开始竹槽了 看来它在我们人工布置的环境里 也适应得很良好 它用丝线吐司 把身边的石块都黏在一起 它耗费这么多能量 来竹槽 这槽除了让它躲藏以外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这么难的问题 我想我们还是去请专业的老师 听我们解答吧 嗯 在年轻人 这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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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了一个深温的浓缩 最深的浓缩 是为了一种浓缩 浓缩的浓缩 浓缩 水体中 那竹槽行为增加了它 呼吸的独立性 它在槽内可以前后的波动 然后保持水里面的 氧的新鲜 还有净化晒的功能 居住在水中的食残鹅幼虫 会使用各种材料来竹槽 使用丝线将它周遭的 各种材料固定住 因为它有很发达的 菌丝线 因此它可以在水中 分泌相当强韧的丝 固定在它周围的材料 食餐鹅竹槽 不只是为了保护它自己 它在槽内可以前后的波动 保持槽内随时有 荣养丰富的新鲜水体 也可以帮助它的腮 进行气体的交换 甚至它还会在潮湿出口 编织一个网子 用来过滤水中的有机质 作为它的食物呢 食餐鹅又从它生活在水里面 它会利用水中的碎石细沙 枯枝落叶 然后混合它本身 分泌出来的丝结槽 那由于它已经跟周围 生态环境长期演化 所以它可以指各式各样的槽 所以说毛字幕食餐鹅又从它 有水里面的建筑高手的称号 原来食餐鹅的潮湿有这么多 意想不到的功能 水中建筑大师的称号 食餐鹅绝对是当之无愧 在弱肉强食的昆虫世界里 每种昆虫都有独门的功夫 才能在大自然中生存 以及繁衍后代 其中有一群昆虫具备奇妙的建筑技巧 有些昆虫建筑是为了卫妆 有些昆虫建筑是为了 让自己有安全的潮湿 墨缠的弱虫制作泡巢 躲藏在其中 躲避天敌的侵害 卷叶橡皮虫制作叶卷 让自己的后代能有安全的漆索 还有充足的食物 避寨鹅制作缩巢 不但能给自己保护 也是完美的卫妆 连漆袭在水中的食餐鹅幼虫 也可以组出安全的潮湿 在潮中安全地成长 当年让法布尔赞叹的昆虫建筑师 直到今日仍让我们赞叹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俊 propag产 对 Dana金 어제作为rants 不讹子脅迪 t否则四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